最近的天氣變化,讓它提早開花 那我們過去的長輩稱這個植物叫做山月雪 剛剛是櫻花盛開的時候 然後這邊的硝煙花盛開的時候 尤其是那個化美鳥 稍微去碰觸它的時候 它的白色的小花會掉落 就像雪一樣這樣子飄 所以我們過去的長輩稱這個植物叫做山月雪 好,它的學名叫做孝燕花 這個是原生種 那這個也是大部分都是在中海拔地區 那它喜歡住的地方都是在石壁、玄乃處 對,那我們也是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幫麻繩在我們的肚子那邊 那我們也是把它移植到我們部落這邊 讓大家看這個植物非常的特別這樣子 那大部分在這個林仙上處的話 像那個萱茅燕菌的話也常看得到 像這種植物的話就比較少看到這樣 代表参繁花是哪個燕? 嚴液的眼 啊аются 悅小燕 孝龍的孝 孝燕 孝燕花 好 那我們再往上桌 那這樣這棵樹的話就是女生 那這棵樹的話就是金毛金青 這棵ός來 takim原生種的植物 對,好的,在旁邊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植物 就像我们的雨伞一样不要大躲在前面那边 对那它的学名呢叫做通草 通草马上通的通 通草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成分在它的心里面树干的心里面 有一个白色的薄末 那我们也曾经过去的长辈呢 很喜欢耕种这个植物 那大概跟大腿一样粗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砍掉 砍掉过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剖开来 剖开来把里面的心拿起来 然后也曾经也照顾我们部落的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拿它来换修我们的物资这样子 那我们据我们的所知 它里面的心呢是过去代替保利隆的一个东西 对保利隆 它有一个白色的薄末这样子 对对对 好 这个叫菊毛杜鹃 那白色的小花是寄生寄生的 对对对 好的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